2004年2月 全国人大常委曾倩子批评 发起七一游行的民主派人士不是爱国者 重温当年曾倩子的说法 全国人大常委曾倩子说 参加七一游行的不一定是不爱国 但组织的肯定不爱国 他又点名批评三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 他批评领袖试图分化搞游行的人 和五十万市民的关系 爱国和不爱国你怎样可能有个定义呢 如果你有个定义的话就很危险了 就当权者去做个定义 然后就剥夺了部分人的政治权利